在这边这页幻灯片当中有一个名词 它的名词叫基因体 就是我们之前介绍人类基因组解读器官 那个基因组 基因组就是基因体 就是genome 它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它的定义叫 单套染色体所有减击对的总和 注意到它是单套 为什么是单套好怪哦 这个概念跟我们之前学到那个连锁群很类似 当我说这是一对头颜染色体 这边是大A这边是大B 这边是小A这边是小B 我们以前叫连锁群的时候会说 你这个图画出来的连锁群只有一个 叫做A跟B的连锁状态 虽然看起来有两个同源染色体 但是它们是同样一个连锁群 所以这样叫做一个基因连锁群 它看的是你染色体的种类 种类 同理可证 当我在看基因体的时候 我也不是看你所有的染色体 而是问你染色体有几种 所以在做定讯的时候 我们只要成对的染色体 你挑一个来定讯就行了 因为这两个非常接近 所以它为什么定义叫做 单套染色体的解析对总和 它只看单套 因为另外一个跟它成对的同样的染色体 跟它很像 所以基因体指的是 你的染色体有几种 不是几条哦 是几种 而这几种染色体上 它的序列大约为何 所以基因体解读 是看单套染色体的 就像之前我们讲 那个基因连锁群 看的是染色体的种类 而不是树木 像这边有两个染色体 却属于同一个基因连锁群 好这样那人类的基因连锁群 目前已只有31个解析对老鼠26 但老鼠这么小只 它的那个基因连锁群的大 基因体的大小跟我们差不多 所以不要以为动物越大 你的那个 DNA的长度越长 不一定哦 很多生物比我们小 它的染色体比我们长 或者DNA比我们长 那有些想法 所以这不能直接看这样子的 那我们之前所讲的中心法则 其实就是以DNA 它的遗传讯息经由转入成MRA 再由转移出蛋白质 再去成熟去执行功能 好这就是我们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不过这一页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要知道什么叫基因体 它是指单套染色体的碱基对总和 什么叫做连锁 基因连锁群 指的是你染色体的种类 一种染色体就是一个基因连锁群 基因连锁群